新街国小棒球队历年来斩获许多佳机 备受地方各界肯定 在得知疫情期间球队防疫需求后 先议员陈汉立也攜手 南投市民代表曾奕宏 前代表会主席张秀之 募集了一批防疫物资提供给学校 我们也知道现在疫情非常严峻 那小朋友在这段期间的训练还是会移救 那刚好我们这个新街国小棒队 还有这个需求 那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 借着这个平台 然后有我跟汉立议员 还有秀之前主席 那附了口罩 成人口罩以及儿童口罩 还有酒精给新街国小 陈议员跟郑代表 在我们小朋友练习 球赛的时候 练习的时候 他们还过来跟他们一起练习 那得到好成绩 回来之后就奖赏他们 所以不管是训练 或者是防疫的物资的攻击 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仙院陈安里相当关心新街国小棒球队 也希望透过此次的防疫物资 让小选手们在疫情期间安心训练 日后能够夺得更好的成绩 新街国小棒球队 常常代表我们南投县 要出去比赛 那尤其是现在疫情越来越严重 那这些小学生 他们平常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呢 可能一天就要用到两三篇的口罩 那虽然没有多少的帮忙 但是我们希望说 让这些学生呢 可以安心的出去比赛 然后我们就做一些小小的捐赠 希望说可以让这些学生呢 没有后顾之忧 然后来帮南投县来争光 各界也多相当关心 新街国小棒球队发展情况 也期待球队能够持续来做努力 日后能为县内争取更多荣耀 记者卢依侃民间采访报道